也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了 我们知道最近天气冷 那么气象局预估说春雨可能会减少 所以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您 时间可能就从4月1号开始 中部以北的县市像是台北板新 桃园 苗栗 彰化地区 会实施第一阶段的县水 夜间供水将开始减压 而竹科现在也已经召开紧急会议 提早为第二阶段县水做出因应措施 当然现在还没有争取的县水 呼吁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